少女被性侵,求助学长又遭毒手 桃园20岁谢姓男子3年前带林姓少年到17岁女王有家 他们见家中无人,近强逼少女孔雕 一年后他在少年家,遇到少女带张姓学长追讨500元债务 他居然向少女借了悠悠卡,跑到朝铲买保险套 回来时见学长离开,近伙同少年轮抱少女 他看到少女打电话向学长求援,对折反了学长说 已经联手强暴少女了 这个烂学长竟也加入性侵少女 少女不堪受辱,告诉家人后报警 桃园地院昨天依强制性交罪,判处15年徒刑 并两名少年,由少年法庭审理中 动新闻桃园报导